欢迎收看老报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一家三口被邻居变成人偶的故事 AKB恐怖夜人偶之家 小金一家终于搬进了渴望已久的小洋房 一家三口不停地在门口拍照留念 在他们家不远处的房子里 好像有人一直盯着他们看 照玩笑小金把行李搬进了自己的卧室 他刚准备去楼下拿别的东西 突然感觉背后好像有人看着他 小金回头一看差点吓死 邻居家的床前居然站着个人 还是勾勾地望着他 单仔细一看才发现只是个人偶 小金觉得十分诡异 干嘛把人偶床前还对着人家 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于是下楼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跟小金说 奇怪啊那家根本没人住 可能是之前的住户 遗留下来的人型模特吧 别多想 听到这里小金对妈妈说 那个人偶正对着他的床户 怪甚人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开下 于是妈妈说 弄个窗帘挡住就可以了 晚上小金按妈妈说的 挂好了窗帘 并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 安心吹了一个号角 第二天一早 小金起床发现 窗帘不知何时被打开了 有点反感 赶紧将窗帘拉上了 放学后 小金在自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送给自己的 包装精美的包裹 虽然有点疑惑 但是还是拿进屋拆开了 包裹里面 居然是一件可爱的连衣裙 小金高兴之余 又觉得背后凉凉的 有点不对劲 拉开窗帘一看 隔壁的人偶 依旧站在窗前 身上还穿着和自己 手中一模一样的连衣裙 小金慌了 手一抖 发现了一张掉落的卡片 上面居然写着 成为我的人偶吧 小金有点害怕 她觉得隔壁 一定是有人居住 然后故意搞这种 低级的恶作剧 于是准备 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可是眼见爸妈对新家各种满意 小金不想破坏爸妈的好性质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什么也没说 就回房间了 几天后 小金放学回家 妈妈面色难看 浑身僵硬地走了出来 小金有点奇怪 问妈妈怎么了 身体是不是不舒服 妈妈回答 好像是感冒了 爸爸似乎也染上了 请假在家里休息 妈妈走回了房间 一团线掉在了第一场 因为爸妈生病了 小金独自吃了晚饭 随后就回房间写作业 就在小金专心置试的时候 一只手悠悠地从窗户伸了出来 慢慢向小金靠近 然后猛地拍到小金的头 小金顿时就吓坏了 回头一看 一个巨大的人偶正在对小金说 成为我的人偶吧 惊吓过度的小金 大瞬间叫着 从床上醒来 原来刚才只是一场梦啊 可是回头看去 窗帘居然又拉开了 而且这回那个人偶居然穿着小金的衣服 小金再也忍不了这种恶作剧了 他窗出房间想找爸妈 但却没人回应他 看着床上一栋不栋的爸妈 小金着急地掀开了被子 后然发现 爸爸的肚子上竟然缝着针 上面还有棉花 而妈妈的脖子上 居然也是同样的情况 小金被吓得胆坐在了地上 好心情驱使着 他拉了一下棉花 可没想到一拉 居然直接拉出了爸爸的肠子 这时 父母突然直勾勾地捉了起来 走向小金 但因为身体僵硬 行动不便 没走了几步 就甩倒在了地上 小金想要逃出房子 一个女孩的声音 从小金身后传来 小金转过头 一个穿着洋装的女孩 走了过来 盯着小金说 大家一起成为我的人偶吧 小金的爸妈走了过去 抓住了他 最后一家三口 转身七夕 被这个小女孩 做成了人偶 AKB的部分恐怖故事 回味起来 还是挺悉思极恐 吓得我赶紧 找了下他们的幸运曲奇 循环洗脑了好久 才缓了过来 果然 少女还是要 元气满满 阳光可爱的好啊 害怕看恐怖片的朋友 可以尝试下这种方法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丁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丁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老婆丁 老婆丁 老婆丁